金魚之王 嗨大家好我是阿德 之前金魚那支影片大受好評 所以黑人叫我多叫幾種來跟大家介紹 其實金魚的種類太多了 根本介紹不完 所以我又挑了幾種來跟大家做介紹 而在這次的名單內 有一種被日本人譽為 金魚之王 金魚中的霸主 金若霸子 那是什麼 還是鯨魚啊 那廢話不多說趕快把它請出來 那我們這次的缸子還是一樣 我就用 輕輕鬆鬆的就把鯨魚缸完成了 出來吧 鯨魚之王 沒事沒事 預料之中 再一次 出來吧 鯨魚之王 這是鯨魚之王 看起來還挺普通的啊 就說你沒有眼光吧 這是藍獸 藍獸 我還想哭了耶 不是啊 這是個藍獸 藍獸也是蠻獸還原的魚種 他在日本也被稱為 鯨魚之王 也被日本人稱為 軟蟲 明明就是條魚 為什麼要被叫做蟲呢 我也搞不懂 日本人 不論他的泳汁啊 以及身體的發育 他是淡魚中 算是站在 鯨魚金字塔頂端的 一個品種 但他在我眼中看起來就是 很胖 那在飼養藍獸啊 要注意的地方啊 他水味不可以太深 水流不可以太過於強大 因為他們就是個名副其實的胖子 游起來非常的緩慢 然後他在餵食的方面呢 就要少量多餐 餵太多的話很容易造成 染獸死亡 還有他會翻過去 得陶齋啦 得陶齋你懂嗎 接下來我要來介紹小紅帽 他又叫做單頂紅帽鯨魚 單頂紅帽啊 那很早就出現在鯨魚界了 他全身雪白 只有頭上那個 那個流 紅紅的 所以才稱之為紅帽 又因為他的紅色肉流啊 又跟單頂鶴的頭上那個很紅點很像 所以 又被人們稱之為單頂紅帽 而他紅帽的象徵啊 就是象徵於 紅運當頭 吉祥之意 所以被很多人們喜歡 那有一樣 紅帽的草友們就會問 為什麼我的紅帽頭不紅 是不是老了 過氣了 那是因為他們缺乏日照 以及飼料的陽色營養 這時候啊 就建議啊 把他推出去曬曬太陽 像是照顧阿公阿嬤一樣 陪他們聊聊天 給他曬個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如果沒有時間 推他們出去曬太陽的話 經理就買有 鯨魚專用的鮮豔飼料 若在你家附近沒有野貓偷抓魚的話 環境許可 就可以養在 戶外 加上有充足的藻類 絕對可以讓你的單點頭帽 體色飽滿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獅頭鯨魚 是不是有人問啊 他跟剛剛的藍獸差在哪 差在一個叫獅頭 一個叫藍獸啊 獅頭他是文魚的一種 他有背棋 而他的尾棋非常的大 而獅頭他的身形短狀 頭部也有肉流 從正面看就像一隻獅子 所以我們才叫他為獅頭 那飼養我們的獅頭的草友們 都希望他頭流肥大 那如何把獅頭養肥呢 我們建議用高夠力的第三代 鯨魚獅頭飼料 它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 來幫助我們的獅頭長肉 就像健身要吃高蛋白一樣 或者我們飼養一些紅蟲高蛋白的蟲料 但也不要餵太多 對少量多餐 懂 魚魚他的頭流非常的發達 飼養時間較長 常見的肉流會遮住魚的眼睛 或者是過於腫大會影響到他的行動 這個時候呢 不建議自己切 帶去給獅醫切出 多餘的肉流喔 再來是從OKINAWA引進的日本鯨魚 琉金 為什麼叫琉金呢 就是琉球的鯨魚嘛 由於他的名字琉金顯得很像琉金 所以他也是招財魚的一種喔 他的頭小小的 身體肥大 是不是看起來很可愛啊 有嗎 覺得還好啊 對 他好可愛啊 好 他飼養容易啊 互動性也非常高 建議在水深的魚缸內飼養 才能塑造出他背高深長的體型 然後魚缸的水深啊 建議在40至45公分 而他平均乘魚的體長啊 大約在15公分左右 但是他改良後 品種甚至可以大到30公分 30公分 哇 好大 我就是喜歡這種魚 越大越好 我就是喜歡大 好 想不到還有一種鯨魚吧 就是我們的虎面紅壽星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欸 虎是那個壽星啊 壽星跟藍獸他們是親戚 他們兩個的外型非常的相似 但壽星的頭流比藍獸還發達 背部也比藍獸還筆直 就是這裡 筆直 懂齁 而壽星也被稱為虎頭鯨魚 他們是乾隆皇帝的最愛 我們虎面紅頭壽星啊 從正面看鯨魚的頭部 是不是很像一隻老虎呢 所以我們才叫它虎面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我們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啊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將隨機抽出有訂閱AC朝連頻道的朝友們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請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德 AC朝連水族 我們下次見 然後魚缸的水深差不多在40至45度 45公分 對他好可愛 開啟幾更多水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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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